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他也要问说李树德把大巨蛋的权力基因从1%减为0% 导致台北市政府损失了大概30亿 那这消失的钱能够追回来吗 当初负责防火避难审查的台湾建筑中心前执行长许明文 他因为涉嫌施压放水被起诉 那么外界现在也质疑说 这个远雄不当取得建筑执照 台北市政府现在就发文内政部要他们就事法性事宜 好 内政部怎么回应呢 他们是说台建中心只负责防火避难审查 发照是台北市政府的权责 好 到底是谁在踢皮球呢 另外在柯文哲的亲信蔡碧如呢 被踢爆说之前找了许明文去侨淡之后 蔡碧如他是说欢迎检调来查了 好 这事情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这样子一种台面下的你来我往到底还有多少呢 至于这个崇洋登山见血事件 台北市政府好像为了善后还要再砸600万 补发1.2万人的礼品 所以大家就要问说活动规划成这个样子 难道都不用究责吗 同时呢 柯文哲现在又在呛中央了 说蔡政府年改上路 明年底公务员的选票就跑光光 好 讲这些话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 同时我们还要来看到是有关于猎雷剑的风暴 行政院还有立法司法单位全面启动追查 背后的营污者是不是真的可以现行呢 在今天下午三点钟也就是稍后 行政院副院长施俊吉要开记者会公布调查报告 那么在这当中 马英九会不会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呢 而17家银行放贷庆付250亿 可是近九成是根本没有担保的 这些钱难道最后是我们全民 大家要来买单吗 好 另外要看到是南投的夜市大亨 这个江青梁他涉及农会炸弹案 他现在是很不高兴说家里面被搜索 而且还丢了一笔钱 在昨天他就按铃控告 甚至他讲说呢 家里面被A走的钱 大概有高达百万元的巨款 好 那么大家现在就想说 到底是谁把钱拿走了呢 还有警方喝枪实弹攻坚 就算是抓人过当吗 还是因为他钱科真的太多 所以要使出这种必要的手段呢 我们都要好好来聊一聊 好 我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不当党产会委员杨伟中 文中哥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委员好 千平好 大家好 好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文杰好 大家好 好 还有政治评论员余梅梅梅梅好 千平好 大家好 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博文 博文哥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同时还包括了松烟护树联盟 召集人尤毅 尤毅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稍后资深社会记者黄波川 也会来到我们的现场 加入我们的讨论 我们先来看看最新的一个消息 逮到机会再度开呛 对于赵滕雄能在半小时内 交保收集5.5亿 柯文哲更是酸到不行 老实讲 30分钟有现金5.5亿 我都觉得实在是神通光大 是什么东西 非常感谢司法单位 证明了台北市政府 在大聚在案上的坚持是对的 公司员工没有一个人 因为巨大案而被起诉 市长也不需要 因为这样感觉好像简列欣喜 大巨大问题 随着赵滕雄深陷弊案 北市府久违主动出击 但解约似乎已经不是 柯文哲的选项之一 这只是起诉 并不是三审定业 负责任的政府 还是要克制 也不是说操纵民粹 顺势要搞解约 如果就像是科长讲的 赚够就好 他觉得有赚 那当时合议解约的时候 他就应该买回去 台北市政府自己赚 起诉说写了30亿 他就是一个30亿 其实不一定会再重新计算一下 那相信我们的修约 是否远雄要重新上谈判桌 但双方毫无共识 官司也还没定业 在市府还没更多筹码 和远雄谈之前 短期内大巨蛋案想要有解 看来没那么容易 坦白讲大巨蛋真的是很困难 如果你搞成这个样子 保险也没有 我这个那个实在是大胆子的 但是我们就想办法解决掉 三日新闻 虚交友中主委张恩七 听不懂 好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大巨蛋案 到底现在要怎么解决呢 那有人就建议说 干脆解约算了 可是昨天柯文哲已经表态 他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不会顺从民粹搞解约 所以未来会朝着 跟远雄重新议约 作为一个目标 当然这个时候大家也想到说 过去其实柯P也讲了 好几次的狠话 说要解约 往这方向来处理 怎么现在这个人的态度 好像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我觉得要不要解约 或者要不要拆大巨蛋 我百分之百充分尊重 你柯市长的这个行政权 因为这个你必须做 这个整体的材料 你必须负行政责任 你必须负政治责任 这部分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就现阶段 我们市民关键的是什么 例如说你这个大巨蛋 如果要继续盖下去 那未来我使用大巨蛋 我安不安全 例如说我们现在质疑很多 过去包括监察院 包括一路以来 大家对他的公安的质疑 那个可以说是非常的多 那请问目前究竟改善了多少 好 那现在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 那个当时台舰中心 针对所谓的防火避难设施 这个部分现在被说是伪造文书 这个部分被认为说 当时这样的一个 防火避难设施的 这样的一个审查 这是涉及伪造文书 那同时在这个部分 包括昨天这个台北地研署 也针对许明文 台舰中心许明文 针对这个部分也都起诉了 那我要问如果当时的审查是不实的 是伪造文书 是有很多质疑 很多空洞被质疑 那未来这个大巨蛋 他的所谓的防火避难设施 我们能够信任吗 那假设不能够信任 那我必须牵涉到当时 市府会发这个建造 主要就是说台舰中心 这个防火避难设施 一定是一个重要关键的文件 那假设这个文件 现在被质疑了 甚至已经被认定 就是其中涉及不实伪造文书 那请问 你当时建造的核发还合理吗 我跟大家讲 这个部分 你都不要说 这个内政部 内政部不要负责 这跟内政部没有关系 内政部就是 发造就是地方政府 发造就是地方政府的职责 所以你当时是 台北市政府发造给他 那现在到底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要给大家一个说明 我经常经过像光复南路那边 都不要先讲忠孝东路这一侧 我认为忠孝东路 就是这个国富纪念馆 跟大巨蛋中间 这个路幅还比较宽 你如果经过那个光复南路 你有时候开车经过 你会觉得很夸张 那么大的一个球体 再加上后面 这么大的一个商业体 里面万一发生什么状况 那个人不要说 出来有没有缓冲空间 他是直接就面对马路 对 万一发生状况 数万人必须从里面逃出来的时候 请问那个地方会变成怎么样 会变成一团乱 对 根本没有缓冲区 我举个例子就好 马上就马路了 对 那个主持人 我们都不要想别的 你看前两天 那个重阳禁老那个活动 对对对 那个活动 才多少人想要去抢那个摩柴品 老人家就可以 可以这样踩到见血 你想想看万一大巨蛋发生公安问题 他根本缓冲区 或者这个逃生设备不足 或者是里面的什么 逃生的这个设施有问题 或者没有经过当时的防火避难的这样的一个审查 万一发生问题 请问谁来负责任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关心的 至于你说 这个柯文哲 你说我们这个要怎么跟他谈解约或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们现在只要求就是说 因为过去我们在批判马银九 很简单嘛 你马银九怎么可能 千分之一的这个权利金变成零 涉及三十几亿 我当时台北市政府这块土地取得成本都要两百四十几亿 你怎么可能说我都不用权利金 我这个利息 我这个市府一肩扛 那当时大家就想说 因为马银九跟赵腾雄的会面 当时的密会才有这个李树德 后来 自己说他大支大余 这个零权利金 包括把每次的违约金从九百万降于三百万 好 那我问你 当时我们在质疑说 马银九你这个密会很有问题 你这个密会可能让这个台北市民直接就损失了三十几亿 好 那我要问 那请问 现在事后来看 为了解决大巨蛋问题 你柯文哲跟这个赵腾雄有密会 对 我不是说你不能会面 你当然可以会面 就例如说我们经常要处理很多事情 可是我经常这样 你有涉及到有一些问题或有官司 或者可能有利益纠葛 对不起 大家来开协调会 开陈部公 官员来当事人两兆都来 我们够够做一个公亲 那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说 你这样子大家摊在阳光下 不然人家万一你事情敲诚了 人家说 你去云人收钱 我们也要保护自己 我们就是 好 那我要问 大巨蛋这个案子 相较于一般的 一般我们在处理的选服案 那是严重敏感 几百万 几千万倍 那我请问 你怎么可能在这个当下 你还说找赵腾雄来 来 你过来我这边 我跟你密会 我们两个悄悄 然后呢 当这个事情被揭发之后 你说我们没有谈什么内容 只是我把赵腾雄臭骂一顿 我跟大家讲 这不合逻辑 所以我的意思说 我绝对从来没有讲说 柯文哲 你不能够跟赵腾雄私下面会 可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协调会的方式 必须要有会议 录音录影 包括要有其他幕僚在 甚至要有会议记录 这些会议记录跟谈话内容 未来有必要都必须要 呈堂正共 或者要公开给所有市民知道 所以我认为在这里 我必须跟柯市长讲 你到底跟柯文哲见起赤面 是谁去接下 里面会议中有多少人 谈了什么 有没有书面 录音或各种记录 我觉得这个部分 要贪在阳光下 以遭公信 至于大巨蛋 你要不要拆 要不要解约 我认为这里市长的财产权 我们充分尊重 但是我刚强调的公安问题 必须百分之百 让市民感觉到安全 好 所以这当中 我们看到 柯文哲是不是跟赵腾雄 到底两个人见面 讲了什么 要把他交代清楚吧 还是这样打模糊 这样就可以过了呢 好 柯文哲那么聪明 他也应该想得到 过去马英九 跟赵腾雄会面之后呢 结果状况就出现了 他现在不该讲清楚吗 我们也给大家看看姚文志 姚文志他现在就批评 柯文哲比马更多黑箱 还不面对 好 姚文志呢 他批评大巨蛋案 闭案重重 要求柯文哲明确公开 跟赵腾雄密会的内容 同时立刻解约 柯文哲的回应是 不要搞民粹 那么后来呢 这个姚文志就批柯文哲 民粹说令人啼笑皆非 质疑柯照密会 是黑箱交换吗 大巨蛋冒出比马英九 更多的黑箱还不面对吗 好 他在脸书上呢 他就讲说2004年9月20号 马英九跟赵腾雄密会了之后 李树德在隔三天之后的会议 做成了大巨蛋零权利金 让市府损失30亿元的 不平等条合约 这是让李树德 遭到起诉的关键会议 那么他就说呢 2016年8月3号 柯照密会之后 原先在9月8号 限期改善 否则解约的政策也大转弯 导致大巨蛋到现在都未解 相隔了12年的 两次密会 都使得大巨蛋出现了转折 这到底是巧合 还是大巨蛋的轮回呢 好 所以他就说 希望呢 柯市长不要着视金飞 真正的民粹 是三年前不分 青红皂白的你 好 我要请教一下 伟中哥你怎么看呢 其实昨天这个民粹 说的这个说法 其实真的不适当 那他一直说 那他之前是在搞民粹 对 因为之前讨论那个很久 其实我蛮同意博文的态度 就是说 大巨蛋到底要怎么处理 作为一个市长 当然要权衡各方面 比如说 你这个诉讼能不能打得赢 比如说你这些 会花的这些费用的问题 因为这必须 到最后还是市民的 在承担 可是 重点是 你现在怎么会说 解约 因为解约是一个 可以讨论的选项 那为什么这个社会上 有人主张解约 你要说别人是民粹 因为解约也过去 也曾经是 柯文哲的选项 他也被外将宣誓 你怎么可以 反过来说 这叫民粹 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 那只是坐实了 你自己难道 你如果被反对者拿来讲 那你就过去搞民粹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 是极其之不恰当 那第二个事情是怎样 就是说关于他们 跟赵腾熊见面这个事情 我也同意 就是说你当然是可以见面 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你要恢复到当时 就是说去年八月之前 这个事件的发展的过程 你都会觉得这个是悬疑 为什么我这样讲 为什么柯赵会见面 那是因为去年七月底 应该是27后28号 赵腾熊上广播电台 他在广播电台上说 希望跟柯文哲见面 然后他后面补了一句 他说如果是用直播公开最好 这是赵腾熊公开对市政府喊话 所以喊话之后 对他应该27号喊话 第二天邓家基 28号邓家基就跟赵腾熊见面了 那这个见面是 让大家都知道的见面 然后有其他人在场 那28号请问一下 28号见面了 然后当时媒体就出来说 气氛很不错 大家看起来往有共识的方向见 那你为什么8月3号的见面 是要干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连赵腾熊都说可以直播了 那当时市政府也回应说 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那为什么后来变成密会 这被大家问的时候 才被迫出来讲 然后讲出来是 讲出来是说他去骂赵腾熊一顿 这个你明明 你明明邓家基就已经跟赵腾熊见面在谈了 而且谈的气氛很好 你告诉他说你们两个见面只是去骂他一顿 然后骂了之后 公布了那两三行的记录 还有预知死亡记事 预知洪家宏被坐牢 你能够接受这整套的说法吗 各位 我觉得这真的要怀孕到当时的状况 因为选民真的 大家都是常常是健忘的 可是你再回到那里 你就不能 你就从这个脉络 你就完全不能理解 为什么要见面 然后见面问是骂人 然后骂完人 为什么9月8号是又占不解约 整个过程百百当道 你无法理解 所以我只能说 你那天公布的那些 预知洪家宏被坐牢的那个 是没有人能够相信 好来妹妹 大家先怀疑一下那个状况 我顺着伪重的话讲 7月27号 赵彤雄不只公开说 希望能够公开直播 我们先讲 他会这样讲 是不是以前吃过暗亏 到底有没有以前 跟柯文哲碰过面 然后出来又是另外一个罗生门 说他干脆公开进面好了 干脆透明化 是不是这样子 透明化好了 就第一个 第二个你知道 那天他还赵彤雄呼吁什么 你知道 可以交给公正第三方来采除 要不要复工 他公正第三方 他就点名台建中心 台建中心这一次起诉书 是不是2011年 那一次就已经许名文放水 是啊 所以尝过甜头嘛 所以这一次 这个赵彤雄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 就公开点名了 那我告诉各位 回顾这个时间有多巧 先是6月8号 这个台北市政府说 去年6月8号说 下哀的美顿书 你如果三个月之内不改善的话呢 我就要把你这个解约 对不对 好 7月27号赵彤雄上节目说 那希望台建中心来做 8月3号就发生了赵彤雄跟柯文哲的密会 然后柯文哲说他把他骂一顿就走了 这个鬼胎性啦 然后接下来就非常有趣 请问一下倩比 如果6月8号 说三个月之内9月 解约9月8号是不是大限到了 9月7号远雄说 愿意接受台建中心七项公安标准 那蔡壁如后来在议会里头的答询 又很明确的表示说 他曾经去跟许明文见过面 就是讨论六七项公安的事情 公安标准事情 然后提供专业协助 为什么拖这么久 那然后接下来你就看了 市政府的态度就改变了 改变了之后就是往着 就是现在柯文哲说说的 哎呀不要解约啦 解约就是什么 搞民粹的方向 也就是说在8月3号以后的密会之后 你就看到整个态度的转换 好那这边我们要请问了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你真的相信吗 他只是骂一顿吗 刚刚你说柯市长很聪明 对啊 柯市长很聪明 他就是看到马英九的前车之间 怎么可以有录音录影 怎么又可以会议记录呢 留下零权利金呢 所以一切我说了算 没有录音没有录影 没有会议记录 所以刚才就密会 就密会 然后我说就是骂一顿 你又能怎么样 是不是这样子 大家之前就说 他一定要公开化透明化 人家前天还在说 始终坚持公开透明的 这话记得下去吗 这第一个哦 所以这个密会很可能就是转折的关键 我们要看到 那蔡壁如请问一下 你只不过是个办公室主任 你凭什么去见许明文 凭什么 你们到底讲了什么 要不要查清楚 说明白 第三个 所以就民粹解约 我最后要讲 我非常受不了 请问一下 大巨蛋当初拿到建造的前提是什么 因为2011年 那个逃生避难的这个鉴定书过了 他才能够去申请建造 也就是说当这个鉴定书发现 是用伪造文书的时候 那我请问一下 这个基础事实是不是就动摇了 没错 那我请问一下 你这个建造拿的是合理的吗 这不是一个违章吗 那柯文哲 你怎么可以把球 踢回去给中央 第一个判定说 到底能不能发建造 第二个 如果都照你的态度好了 你自己都不清楚的话 那你怎么可以说 这个叫做民粹解约呢 如果说本身这个事法性有问题的话 这个金武 这个蛋啊 这已经变成一个烂掉的蛋啊 它是一个伪装建筑 你怎么可以继续盖下去呢 所以盖下去 等于柯文哲 你接受包括公安的问题吗 包括他的商业面积 都不裁剪的问题吗 包括这些 你接受远雄 这样一切糊糊乱非法的作为吗 因此我觉得柯市长 你必须要有个态度 可是请不要用民粹这样的字眼 请不要把球丢给中央 请不要这么不负责任 好 那我们也来看看 这个消失了30亿 现在要怎么办呢 柯文哲是说要重谈追讨 这30亿就是李树德 涉嫌土利远雄 然后把这个大巨蛋的权利金 从1%减成了0% 所以台北市政府就损失了30亿 那大家就说 那要不要追回来呢 但法界的看法是如何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好像是前台北市法规会主委 律师叶庆元 他是说高雄巨蛋零权利金 高雄市政府还补助了15亿 有没有权利金跟这个图利 是搭不上边的 就算是台北市政府主张当初被远雄炸欺 契约无效 但是远雄是不是会影响到李树德 还有台北市政府拿这个案子来讨权利金的话 他觉得难度是很高的 好 委员你怎么看呢 基本上现在整个随着李树德被起诉之后 其实重点会是在于柯文哲 以什么的标准要来看大巨蛋 也就是权利金的部分 或许最后可不可以把它变成是徒利 这样的一个判定 可是毕竟因为当时的录音档 而导致把整个事实真相透露出来 也就是所谓的府里面的高层 希望说不要再去提这个部分 所以才会去引发说 那府里的高层到底是谁 那么现在柯文哲市长到目前为止 见了几次面说不清楚 有没有录音也没有 然后到底是谁会面 也没有办法对外界表达 那我们先就开始质疑的部分就是说 柯市长在2014当时候选举的时候 很清楚是把巨蛋是以弊案 从头到尾都是以弊案弊案弊案 然后当时候在选举的时候也说 他就是要查五大弊案 大巨蛋就是其中之一 他也因为这样子而获得了台北市民 很多的支持 认为说他要改革 而且要查到底 他的宣誓其实让当时候 大家认为柯市长是不同的 可是上任之后一直到了2015 其实也没有改变 2015的柯市长还是批评说 大巨蛋疑点重重 而且一个赵腾雄等于十个夜市文 到了2015年5月 他也是一样 他也是认为说 这个工程严重拖延 所以市府要勒令停工 到了2016年4月 到2016年4月 大家记得这个时间 当时候也说 基本上解约金高达370亿 那当时候的柯市长就说 如果朝解约方向进行 我目前看起来还是比较容易 还是他是故意料狠话 可是问题是 你当时候你料得狠话 现在都成为记录 对 你今天你从一开始 2014年 开始到你查了之后 2016年 你所讲的应该都 你自己进入到市政府 或许你说 哇 你当时候参选的时候 资料不清楚 你把它当弊案 可是从2014年 你就任之后 一直到2016年的4月 这当中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大概都还是朝着说 大巨蛋是有弊案的 大巨蛋还是要朝着 解约方向去做处理 可是到了2016年9月 就不大一样了 2016年9月 这个部分市府就说 他保留解约权 因为远雄有事出善意 对 那么现在来了 就是在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 这几个月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对 从4月到9月发生什么事 也是到目前为止 柯文哲市长没有办法解释清楚说 到底密会几次讲了什么话 而且到底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改变 所以其实我们都还是认为说 今天柯市长 你用一个民粹这样的一个字眼 去解释说 哇 解约这个部分 可能我在这个部分 我没有办法配合 可是我会去重谈权利金 可是你说的说 都还没定验 还没定验 如果说我们去这个搞民粹 好像去解约 好像这个部分又不符 现在的一个程序 可是你又说要重谈权利金 那我要试问说 那现在反火避难性能审查 也被质疑说 这个已经有被施压 而造成说 这个许明文要被起诉 那请问这个部分 你要不要重来 对 你要不要重来 你的标准要一致啊 是 你今天权利金 你要重谈 那你这个反火避难 这个是安全性的问题 你要不要重来 这个更重要 那如果你要重来的话 是要解约 对 如果要重来是要解约 因为它的整个过程 是有瑕疵的 你包括你今天 合照的部分就有问题 这全部都要解约 那你不能说 只有挑你认为可以的 你去处理 你挑你认为说 哇 可能跟你们当时候密会 是不是有谈到某一个关键 然后有牵连 所以你就把那一块 先摆在一边 所以我们现在的指引说 你的标准在哪里 如果说依照起诉 11月1号起诉的 所有的过程 你要一致性 权力清要重提 再来 整个防火 设备安全的问题 要重来 那么 那是不是整个 证照的问题 要重新评估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还是希望说 柯市长 你要一次说清楚 否则 因为明年要选举 这个问题一定会变成是 你被质疑的 而且从2014年 到现在所看到的柯市长 对于这个事情是 反反复复 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所以或许 2014年大巨蛋 成为支持柯市长 当选的那个关键 可是2018 如果你没有讲清楚 会不会变成 压垮柯市长的一根稻草 这很难讲 水能载周 亦能复周 好我们来看看 我请教一下我们台北市议员 现在呢 大家就在想说 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 要不要解约 好那还有就是公安的部分 是不是要重来啊 另外就是权力经30亿 有办法追得回来吗 其实要不要解约的问题 在去年就已经讨论结束了 那个时候 柯文哲本来是说 在6月份的时候 他是说要 他就要解约了 然后后来市议会 市府内部 然后柯文哲还去找了外面的 这个朋友 还有律师 好等等等等 最后他达成的结论就是说 片面解约做不到 因为片面解约是怎样 因为我市府当然有权利片面解约 但是远雄会告我 对 然后我市府要 如果要解约 那我这个弹要怎么处理 远雄一定去法院 这个假执行嘛 就是就是冻结嘛 然后等到这个司法程序结束之后 判决下来再处理 那这个判决不知道多久了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 在去年就已经结束了 去年柯文哲在跟这个 不管是柯文哲跟赵腾熊的碰面也好 或者是蔡碧如跟赵腾熊的碰面也好 或者蔡碧如去找许明文也好 答案都是就是要把巨蛋 盖下去 盖下去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再去讨论说 他的内容是什么 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因为就是那个时候 就决定要盖下去 所以原来是去年9月8号是daylight 就是要这个解约的daylight 所以柯文哲去年9月8号 他已经宣布了 他就是不解约 他就是要盖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清楚的 那对于 当然我觉得柯文哲 他除了法律上面的考虑之外 我觉得他最大的是民调上的考虑 我记得去年在差不多8月份还9月份的时候 苹果日报跟这个T台各做了一份民调 那苹果日报是 叫做七成台北市民支持续建 T台是55%支持续建 然后29%支持拆除 所以柯文哲是很注重民调的人 所以他可能也看了民调 当然啦 而且他自己也有做 所以 而且其实在这个年轻人之中 因为很多年轻人很多是棒球迷 或体育迷 对 所以其实在 你看了这些民调 你会觉得说 其实在年轻人里面 他支持要续建的方案还是比较多的 都已经盖成这样了 干脆赶快盖一盖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第一个就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民调数字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他到现在并没有改变 对柯文哲来讲并没有改变 那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李苏德这个事情 他到底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市政 然后让市政府可以跟他大巨蛋解约 或者是要跟大巨蛋这个重弹权利金 我觉得对于解约这个部分 柯文哲是舔了心的 他就是要把它盖完 这个不用讨论 但是权利金的问题 我觉得市府可以试试看 但是远雄的态度一定是这样 现在只是起诉 只是起诉 而且他说柯市长不要健烈欣喜 是 所以对远雄来讲一定是这样 我不可能说 我不可能说因为一个起诉的案子 然后我就要给你30亿 任何一个企业不会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似乎来讲的话 就是除非柯文哲他好 那我也铁了心 我就不让你盖下去 我就用各种手法拖延 你知道你把30亿拿出来之后 然后我才让你过关 比如说现在远雄提进来的是一个环品 然后一个督審 那这两个部分我就卡你 卡死你到这个 你把30亿愿意 把权利金拿出来 但是这个又跟柯文哲原来的战略方向是不一样 对柯文哲来讲的话 他战略方向就是说 我要把大局当盖完 盖完的话 对于我的民调 对于连任市长是有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起诉 虽然柯文哲当 那个那天他出来开记者会 他说终于证明 我们台北市政府当初是对的 也就是说终于证明 这个是一个弊案 但是对他的原来的战略目标来讲 是一个重大的变数 也就是说突然之间 好像你证明你是对的 可是这个事情反而跟你的想要把大局当盖完是矛盾的 是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就是说市府里面现在也有一点不知所措 但是我觉得我所知道的是他们这两天讨论完就是还是决定要续建 那但续建对于台北市来讲 要怎么说 就是说那天这个案子出来之后 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我认为可能在我有生之年 这个蛋大概就是 这就讲得很严重了吧 被铁放在那边 假如说二十年 那就非常严重 我还很年轻 不会啦 你来讲霸铃也很久 我举个例子 所以就表示这个蛋不可能完成了 摇摇如蚀的意思 好可怕 那个林内的焚化炉 云林林内乡有个焚化炉 它是因为张荣卫收惠 跟厂商收惠 所以那个厂商拿到这个焚化炉的案子 结果呢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那林内的焚化炉 它盖好了十二年 到现在没有用过 没有用过 那一个焚化炉在 这林内算是比较穷乡僻壤 大家看不到 但是在台北市 这个蛋它可能会因为这样子 而用这个未来二十年 都可能是这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做市议员来讲 实在是老实讲不知道怎么处理 老实讲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但是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现在讲这个解约这个事情 或者说市府片面解约这个事情 其实早就被在去年就已经否定掉了 所以就是往这方向走了 可是柯市长可以这样子吗 决定吗 已经是法性有问题了 好来游益你怎么看呢 看市府这个市长的态度 我们就先回应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针对检方的这个起诉 其实我们非常感谢 因为我们告了很多年 那在麻政府执政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检方是不断的 就是牵截我们的案件 他不去进行相关的追查 那一直到廉政委员会 郑文龙律师他们把这些相关资料 都公布出来 然后也就是转给检调去调查以后 最后检调的起诉 是证明我们所有的都是真的 我们其实没有所以你看那么长一段时间 我们不断地骂弊案骂黑心财团骂马英九 他们也不敢对我们提高 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事实 那所以今天检调单位既然已经调查出来 这一个案子是确定是一个弊案 而且你柯市长你在当时 你一直在讲所谓的贪婪的财团 与复杂正常关系 我很好奇为什么现在柯市长 要变成其中的一员 因为解约才是唯一可以解决大巨蛋的问题 这个唯一的解药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其实现在是远雄违约 包括我们知道之前这个远雄仲裁赢了922天 那这个部分我还会再去提高 因为这个仲裁有很大的问题 不应该给这么多天 那这是另外一回事 而重点是仲裁给的992天 在上礼拜10月25号已经到期了 所以远雄现在还是继续在一个违约的情况之下 再来他的这个未按图施工违反建筑法 这是行政法院是已经一审已经认证 认证就是你远雄确实没有按图施工 你确实违反建筑法 所以台北市政府勒令你停工是没有错的 那当然针对公安的部分复工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 可是你违法这件事你是确定的 所以依照大巨蛋的BOT契约 你供旗严重延宕 就是你没有依照时间盖完 这是你的以防违约 你的这个工程品质重大为施 依照苏山法的这个解释 就是你施工的过程里面是违法的 那就是违反建筑法 所以它有两个违法的一个状况 违约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依照BOT契约 对市府最有利的解约方式 就是应可规则于以防之室有终止契约 你今天如果是用这一条去终止契约 我们现在可能还可以主张 它的公安有问题 它的整个建筑书山有问题 你不符合我要的东西 所以我要给你解约 我要你拆户还地 就算不行 就算要进入建架 大家一起来建架没关系 好 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我们先稍微来要来看到 刚刚讲说这个解约才是一个解药 但问题是现在大巨蛋不终止 这个契约几乎已经成定局了 那么现在就是要帮助远雄工程品质的改善 还有就是蔡壁如到底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因为他就被我们在场的游艺 讲说他找许明文乔淡 但是两个人到底私下讲了什么 蔡壁如说欢迎检调来查 我们休息一下稍微来 好 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看远雄现在他们态度还是很呛 说起诉不代表就是定验 好 不过在之前远雄到底怎么样打通这些官员的 起诉书也揭露了他们的一些招数 他们是依照这个打通层级不同 从贱卖旗下的房屋给议员 或是利用标案底价作为筹码来回馈对方 收买这些官员跟明代 非常的彻底 难怪他们无往不利 带你来看看VCR 赵腾雄遭检方重重求刑 背后横行政商界手法 也跟着护光 涉嫌是用所谓的 这个远雄左岸 采梅园的这个房子 他那个房价原本是1742万 那他后来是折价 折了500万 用1242万就卖给 这个他希望官说的这个议员 建卖豪宅采梅园来行贿 直接折扣500万 还用垃圾清运备掩人耳目 想打通议员层级不低 连标案也可以是筹码 土方的工程 假设原先12亿就可以标到 那他可能就给你是3亿的价格 或者是说远较于其他同行 一般的水准要高 那利用这个差价来作为一个 行贿的这个工具 土方标案中动手脚大方出价 多出来的就变行贿筹码 对方护行 帮原雄拿到建案农用证明 一次节省1亿7千万元奢侈税 当中恐怕也有不当利益输送 层级低的还有不同变通方式 赵腾雄的行贿手法 除了送礼之外 还会招待行贿对象 来到这间日式料理店 招待他们吃高档的料理来调事情 找官员请吃饭 拉近关系 再一步一步打通关 赵腾雄行贿方式变化自如 不像一般给钱了事 送礼盒顾身体 招待旅游照顾对方一家老小 现在行贿踢到铁板 也让外界对赵腾雄行贿招数 花样之多令人瞠目结舌 三雄游家伟谢梦哲台北报导 靠着钱跟贴心 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无往不利 不过我们也来看到 蔡碧如跟许明文 两个人中间有瞧蛋的事情 我们看到今天报纸上讲说 被报找许明文瞧蛋 蔡碧如他说欢迎检调来查 只是想了解为什么审查文件都没有进度 那是真的这样子吗 像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关切 到底有几次呢 那么有知情人士就说 前天同样被起诉的许明文 好几次为科乔蛋 是是否一改态度 由强硬终止合约 转为重新议约的关键原因 事实上去年北农董事长选举的时候 一度是传出许明文因为乔蛋有功 那么是这个市府内定的董事长人选 然后今年他卸任的时候 还有一些朋友跟他说 恭贺许任董事长兴职 后来消息外露了 就被民进党高层否决 才改由陈景俊上任的 好我先请教伟中哥 所以这到底算不算是乔啊 因为蔡壁如说 他只是想要知道一下审查的文件 为什么都没有进度啊 从他的讲话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是因为现在起诉 现在是许明文被起诉嘛 也就是说回到去年七月那个状态 去年七月那个状态 台建中心本来还有一个姿态 说这个所谓七项公安 他们只审三项四项不审 那远熊的态度就是说 最好这个七项全部给台建中心审 那你现在看到最近这个公布的这个起诉 你就发现说原来远熊跟许明文的关系 是这么深厚嘛 就是在2015年 就是在那个之前 郝市府那个时代如何的这个伪造文书 所以你想想看远熊跟许明文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好那这件事情就是说 蔡去找这个许明文 不管是通电话还是见面 他至少凸显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吵了这么久的大巨蛋 然后我们一直讲大巨蛋 各种各样有问题 那柯文哲竟然对这个 这样的一个结构是完全没有警觉 完全没有耳闻 然后完全信任许明文 他认为许明文是一个完全无害的 然后只要跟他讲 然后加快速度 然后就照办 然后就可以带来公安 这整个我是完全不能理解 然后许明文还可以当北龙董事长 这个结构之后 因为这个所谓气象公安审查是12月1号结束 那2月许明文离职 3月开始就要安排他去北农 所以整个事情是让人觉得鬼影床床 我们当然不能说有什么变化 但是最低限度 最低限度你可以说柯文哲是人不明 他竟然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台电中心可能有的问题 竟然吵这么久 大居然他没有理解 我觉得这很难想象的事情 真的很难想象 好那么这件事情 其实蔡壁如跟我们在现场的游易讲的 对不对 他当时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 你可不可以还原一下 就去年9月8号 本来市政府应该要跟远雄解约 就是他们就突然间决定公开不解约 然后要走往正面的方向走 然后我们当时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市政府前面大张旗鼓 还在网路上放了影片 向市民报告大巨蛋 结果到最后你们是做这样的决定 所以我们就约了时间 然后到市政府去拜会 然后问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那在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蔡壁如姐是亲口的跟我说 就是他有打电话给许明文 去问这个审查的进度 然后问远雄到底送件了没 然后怎么样 然后要求就是他们要赶快 就是尽快可能下礼拜 你能开会就赶快开 你速度走快一点 你不要让他 你不要拖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那从这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不只是远雄在影响台舰中心 其实包括现在的市政府 可能就透过北农的官位 或是其他的条件 去让许明文来协助你 去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今天毕如姐说 要请检调单位调查 其实我也觉得检调单位 应该要开始介入调查 因为不只是马英九李树德 其实郝隆平一直到现在的柯市府 面对大巨蛋的案子 到最后都是往同一个方向去走 我觉得这是值得一查的 因为许明文已经确定是被起诉 而且是九年 那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不会是只有他一个 因为包括像其他的这些审查委员 因为柯文哲市长 昨天记者会里面说 他们找台舰是因为只有一个委员重复 不好意思我们有会议记录在 至少有四个委员是重复的 所以根本不是像他们讲的 而且当时三年前的 一百年的这个审查委员会是五个委员 里面有四个人 现在还在审这个案子 今年还在审这个案子 所以你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换汤不换药 所以包括像刚刚美美姐他们讲的 他在一个不对的基础上 违法的基础上 其实他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台北市政府应该要自行撤销建造 甚至连营建署都应该 自行撤销这个评定书 因为你站在一个违法的基础上 你上面长出来的果实 一样是有毒的 所以你不应该继续让这个案子走下去 这是柯市府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是 今天如果你今天只是要去要权利金 就认为你对台北市民有交代 不好意思我们台北市民 不是赞到说要去吃 黑心财团的锤 人家丢一块鸡骨头 你就高兴得要死 不过三十一对远雄来讲算什么 今天你今天应该做的是 把整个案子要回来 让他回到台北市民的手上 其实不会像梁议员刚刚讲的说 他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个案子解决 只要现在我们解约 就算进入诉讼 相关的诉讼结果只要一审 或是有一个基本的结论 市政府就可以开始动手了 因为就像台中的邱鸿骨 当时也是诉讼 然后一审结果出来 市府申诉 他们就直接就是把它规划成公园 松烟也是啊 大巨蛋要不要拆 可以讨论 商城 那马桶的水箱 那个商场要不要拆 可以讨论 因为大巨蛋不拆 我们还是可以填红土 让它变成红土球场 我们现在顶盖盖一半 你没关系就照这样用 那你这百货商城 我们不要做百货商公司 不要去吸引这么多人 我们直接做一层一层的体育场 好不好 直接那种室内的篮球场 雨球场 网球场 一层每一层都一个运动 你让整个园区 恢复成公益使用 恢复成真正的台北文化体育园区 这才是柯市府应该做的事情 那应该续建或是要拆除的 这个所谓的民调 其实我觉得是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北市政府 不敢公开透明 他们不敢把事情 让台北市民了解 今天如果大家都了解 这些问题的话 我相信大家会支持解约 先不用去谈续建或拆除 我们只要先谈解约 所以我觉得这一条路一直走下来 不管是从这些 现在已经证实的弊端 或是他BOD7月的相关的规范 其实柯市府如果不解约 我们一样会告到底 好 所以刚刚这个游易也讲到 就是现在整个大巨蛋 算是建在一个违法的基础上 然后呢 大家也不禁要执意 就是说现在远雄 可以影响这个许明文之外 看起来市府 蔡壁如也有试图去影响许明文 那是不是当中有一块肥肉 要当作交换的条件呢 有没有可能是北农董事长 这样的一个位置呢 就引起很多很多人的猜测了 那我们稍后回来也要来看到 除了大巨蛋之外 还有一个北溢中心 现在也变成了烂尾楼 这两个蛋是不是 这个柯壁连任 盲刺在背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